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岁的大叔亚历山大 并且爱得深沉 爱得死去活来 保守的小镇上 豪放叛逆的女主裸露着身体洗澡 少年紧紧地盯着女主的身体 怕错过什么一样 晚上女主穿上宽大的睡衣 偷偷从窗户中跑出来 骑着车只为来见一面暗恋的大叔 女主躲在角落偷偷地看着大叔的一举一动 大叔摔倒让女主哈哈大笑 女主开心地像个傻子 白天女主潜入大叔的房间里 在她的雪茄上找寻她的味道 这天小镇上的人一起聚餐 大人们在一起讨论电影《艾曼妞》里面的剧情 女主也大声地发表着看法 姨妈听见了她说的话 把她赶下了餐桌 女主在一间房间里面被一个唱歌剧的男人调戏 少年听到了这些 回家后拿了一把手枪 逼着那个男的唱歌剧为女主报仇 晚上 小镇上的人们在剧场看艾曼妞 少年带着女主偷偷地从剧场后面溜了进去 也看着情色的镜头 还偷偷看见了厂下大人们的小动作 一起小声讨论 女主晚上到大叔家 意味着大叔睡着了 少年在一边偷偷地看着父亲和女主的画面 很羡慕 少年躺在水里 身上爬满了水汁 女主找到了她 并帮她取下身上的水汁 少年一直不停地亲吻着女主 亲吻女主的嘴角 脖子 镇上的人们在河边聚会玩乐 大叔和一个女的到美人的地方偷情 两人亲热的情形被女主看到了 女主伤心地跑回大叔的家里 这时大叔带着另外一个女人回到了家里 女主偷偷地看着大叔和那个女的调情 大叔发现了偷窥的女主 女主冲进了房间 打跑了那个女的 女主大叫着跟大叔说 我爱你 然后跑出了家门 大叔在河边找到了女主 这要低头吻女主的手 却被少年看见了 大叔追上了少年 答应跟别的女人结婚 晚上伤心的女主偷偷地跑到大叔的床上 并且脱光了想献给大叔 大叔拒绝了 女主光着身子跑出了大叔的房间 少年拿起猎枪对准了大叔 枪响了 女主跳进了海里 海水淹没了女主的身体 随之也淹没了她的爱情 这个夏天女主14岁 少年14岁 女主答应少年让她亲一百次 但是女主离开后 少年发现她只吻了女主73次 27次吻遗失了在这个夏天 我是小颖 更多精彩电影 欢迎订阅 热影时光 出场 出场